大家好我是盈盈 今天过中秋节嘛 小夕烧了两个菜 然后我今天也做个菜 做一个丸子给米宝吃 看这个五花肉是不是特别漂亮 我们刚才已经洗过了 现在给它切一下 然后给它剁碎 这个肥瘦丰明的五花肉 做丸子吃最好吃了 等会把这个肉剁好以后 然后我让米兰再去 我们家鱼汤里面再挖一点藕回来 然后等会正好做一个藕丸子 现在再把这个切成片的五花肉 给它切成粒 好 切成粒以后现在开始剁 给它剁成肉末 好 肉粘到这样就行了 我们现在去弄点藕回来 再给它剁成粒 再剁成粒 中秋节放假在家嘛 正好让米兰来挖一点藕 等会回家吃 看 挖了一节小藕 等会回家正好放到肉碗里面 走 把这弄回来的藕给它洗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藕切一下 然后切碎了 先给它切片 然后再给它切碎 现在再把这个藕片给它切成丝 炸到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藕放到这个肉里面去 现在再少切一点生姜放里面 现在再切三个小葱放里面 放里面 把切好的生姜和大葱也放进去 现在在肉里面少加一点生姜 放点蚝油 在肉里面加一点料酒 再少放一点盐 放点胡椒粉 炸到这个肉末里面加入一个鸡蛋 加入鸡蛋嘛就是能上镜 等会下锅的不会散 不然不加鸡蛋的话到锅里面就是容易散 这个其实加大丁就比较好 但是我们为了防止浪费 就把一整个鸡蛋都加进去了 现在就是不停的搅拌的 给它上镜 如果想吃特别鸡蛋 现在就是可以下手 或者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然后一直摔打这个肉里 然后吃起来口感会比较更好一点 现在到锅内加水 我们来开始煮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把丸子 我怕等会赶不上 水开了我们就把这个团好的丸子给它放进去 弄起来还挺快 可能是因为我团的丸子比较大 好 看 看完美 给大锅 好 现在开大锅给它煮一下 好 哇 看烧开了 我们现在把之前洗好的小青菜给放进去 现在把汤里面少加一点盐 因为我们丸子里面加盐也比较少 然后汤里面没有危险 好 饭要出锅了 我们在锅里面撒上葱花 关锅 给它倒出来 怎么样 超级香 我给你讲烫都香 完的肯定好吃 好 我们这个年偶完的就做出来了 喜欢的话一定要试一说 超级美味 小妹 我们去吃饭了 来 夹点盐子给汤里面吃 来 随便盐子做的盐子去 香 香啊 这个香 这个甜 这个香 这个甜 好不好吃 好吃吗 下次多做点给你吃 给我们做 就好吃 昨天这有磨砂子做的 哦 哦 哈哈 哈哈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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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